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現在又來到食大閘蟹的季節 但是原來大閘蟹都竟然受到北上消費影響 香港的蟹商說生意暴跌 還沒試過生意那麼慘烈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一起看看 根據新聞報道所講 就提到說今年大閘蟹因為天氣穩定豐收 就相較去年便宜3至4成 是近10年來最低的蟹價 但是太多香港人不想吃喝玩樂 他們想完去之後就順便買大閘蟹回香港吃 而本地蟹商的生意大受打擊 有不少生意或跌了兩成或以上 還說燒情未試過那麼慘烈 但是蟹商提醒 內地大閘蟹分為內燒和外燒兩種規格 外燒水質和治療需要定期接受化驗 安全性比較高 所以提醒市民 在深圳買蟹的時候 因著掛羊頭賣狗肉 如果食了衛生不達標的大閘蟹 可能又餓又餓 這蟹未經過正式檢疫 食了有沒有問題呢? 根據香港01報道 他們早前去到深圳超市合馬身生 就去視察 發現竟然有不少香港人搶大閘蟹 他們更加說深圳大閘蟹質量與香港相差無幾 國家便宜香港一半 就說最少要買八隻回去食 香港可能成舊水 這裏一百元有四隻 香港就要成五六十元一隻 現在都可以講得上風水輪流轉 以前大陸的旅客 就去香港買東西回大陸 現在就變了港澳的人 就在大陸買東西回港澳 他們提到說 供貨給香港的大閘蟹 都有出生意為馬 但深圳的蟹好難去追本溯源 但其實剛才所講 他們是合馬先生買的 合馬是阿里旗下 阿里巴巴2016年成立 大家覺得阿里巴巴自己做回 旗下直接的子公司會不會信不過 我覺得可信度很高 所以在合馬買已經這麼便宜 你香港澳門人 他們未必夠膽在街市亂買的 去的可能都是這些大型的商場超市 其實我覺得都很有保障的阿 不過我聽好疑惑 原來是可以帶蟹回去香港的 我以為要煮熟了才可以拿得過關 當然啦 疫情到現在這麼多年了 三年了 其實大陸方面不少東西都有提升到的水準 和他剛才所講的擔心 用了一些不知名或者次貨的蟹 其實大家只要去回大型的 新鮮超市買的話 我相信這個問題不會存在 不過這樣影響法 我想香港的蟹商應該是 猜都猜不到啦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